嗨,亲爱的懒人旅行者们,如果您也像我一样,希望在旅行中既能欣赏自然之美,又不想出太多汗水,那么走访一趟瑞士铁丽石山绝对是我们的理想选择。 这片山区有壮观的冰川,方便的观景缆车,以及一系列让我们懒洋洋地享受大自然的方式。 现在,让我们一起轻松地遨游铁丽石山,更棒的是旅程之中无需流淌一滴的汗水。 因为这里的高海拔与中年不化的冰川环境,它中年的气温最高都不会超过摄氏15度,所以此处实在是个一年四季都适合探访的旅游胜地。 首先,铁丽石山坐落在瑞士中部,是一个全年开放的旅游胜地,更是一个四季各有风情的观光景点。 它的最高风海拔高度达到3238米,最高观景平台则有一万英尺,但是别担心,我们不需要自行攀登到这个高度。 我们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可供选择。 铁丽石山以其多样性的娱乐项目而闻名,贴心地提供了大量的活动和景点。 无论我们是登山者、远足者、滑雪者或者只是懒洋洋的观光客,都能在这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乐趣。 首先,我们可以轻松地登上铁丽石山,而不需要像那些狂热的登山者一样辛苦地步行上山。 我们有更方便,快捷又舒适的方式可以应用。 登上铁丽石风需要搭乘三种交通工具。 这三种交通工具是大家都喜爱的正规缆车。 由山脚处搭乘的第一段缆车,每辆可乘坐6人。 缆车旅游由山脚开始。 图中有一个名叫云雾湖,Troop C的下车点。 如果我们要登上铁丽石顶峰,就应该在第二下车点再下车。 到达第二个下车点后,便可转成第二种交通工具。 这种交通工具是一辆大型的缆车。 搭乘这个缆车,在穿越过云层之后,便可登达第三个下车点。 这里8月份的温度为摄氏1至5度。 最后,转成第三种交通工具。 那就是拥有世界首创盛名的旋转登山缆车。 共可承载80位乘客的旋转缆车。 全程会旋转360度一圈,四周的射人美景进入眼帘。 搭乘铁丽石旋转缆车Titless Rotary。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360度旋转的观景缆车。 这意味著,我们可以站着不动就欣赏到全方位的美景。 只需轻松地站在车厢内,慢慢地旋转。 然后,我们就会被撞关的冰川、山脉和湖泊所包围。 别忘了留下集铁相片。 因为这里有无数的拍照机会等住我们。 登上山顶后,我们可先去探访铁丽石冰川洞穴Titless Glacier Cave。 这个地方绝对是冒险的好去处。 但别担心,我们不需要成为一名洞穴探险家。 在这个令人惊叹的洞穴中,我们可以看到冰川的奇妙之处。 还有一些冰川中由当地人创作的艺术品。 这些艺术品可谓都是浑然天成的杰作。 所以,只需轻松地漫游,不需任何特殊装备。 我们就能体验这个神奇的地方。 洞穴内有多样变换的彩灯照明设施。 让我们能够看到每个令人惊叹的冰晶。 而且不会感到一丝寒意。 如果我们偏好冬季的乐趣,铁丽石山区也能满足我们。 当然,这里有丰富的滑雪机会。 但如果我们不想挑战高难度坡道,也没问题。 我们可以选择轻松地滑雪道。 然后在山上的餐厅享受各种美味的瑞士在地美食。 别担心,这个餐厅肯定能满足我们的各种口腹之欲。 而且,我们会发现,它们还相当地具有地方特色呢。 如果我们不是滑雪高手,还可以尝试踏雪行走或者是轮圈滑雪。 这些都是简单且有趣的活动。 同时也不需要耗费太多的体力。 夏季,铁丽石山区也有很多乐趣等住我们。 如果我们不喜欢传统的登山, 我们可以选择更轻松的远足活动。 严重精心设计的步道漫游。 欣赏壮观的自然风景。 当然,如果我们有勇气的话, 我们也可以参加高山自行车游览。 或者尝试攀岩和攀登。 不管我们选择哪种方式。 铁丽石山区的夏天景色绝对会让我们赞不绝口。 而且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走多远。 如果我们只想悠闲地欣赏风景。 那么,我们可以在露天阳台享受高海拔的日光浴, 或者只是在餐厅里品味住当地的美食和饮品。 然后慢慢地发呆,享受大自然的神奇。 总之, 瑞士铁丽石山是一个懒人旅行者的梦想之地。 我们可以轻松地搭乘旋转缆车, 参观冰川洞穴, 享受冬季滑雪或夏季远足。 而不必操心太多体力活动。 这里的美景绝对会让我们心旷神仪。 让我们觉得懒洋洋地度过一天也是值得的。 所以,无论我们是个懒人, 还是一名运动狂热分子。 铁丽石山都将满足我们的需求。 这将是一个难以忘怀的瑞士之旅。 就让我们一起坐下, 悠闲地探索这个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吧。 无需急于冒险, 铁丽石山会等住我们。 也总是会以最美的风姿迎接着每一位懒人旅行者。 就同大家聊到这里了。 我们下回再见了。